大家好,欢迎来到白白国恩,我是白白老师 那我知道又到了高三升,每年最惶恐的时候了 就是我到底要不要考直考呢? 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主要会以我自己以前读书的时候 还有我遇到的学生作为一个经验分享来跟你们分享看看 那你们可以聆听看看这些经验作为一个参考 但是当然最后的选择权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上 毕竟人生是要替自己负责的 那我今天主要会跟你们分享 我觉得要考直考的话需要思考的三件事情 如果是第一件事情的话就是毅力 为什么要讨论毅力这件事情呢? 因为毕竟如果你要考直考,你会到七月才考试 可是这中间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的同学可能在学策 就已经申请上大学了 或是在繁星的时候就已经以很好的趴数申请上好的学校了 所以呢,你要面临的不仅是 你要读得比别人更多的书 而且比别人准备的更久 而且重点是你的班上可能会有很多同学都已经考上了哦 他们甚至可能会过得非常的爽,非常的安逸哦 所以那整个需要很大的抗压性 还有很大的毅力 因此你要思考一下 你是不是一个容易被同侪影响的人 你能不能够自己好好的撑下去撑到七月考试的这段时间 那再来第二件事情就是能力的部分 能力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现实的事情 因为有时候你不一定经过这半年的读书 可能会,就他不一定会考得比学策还要好 甚至有一些学生可能后来指考出来的成绩是没有学策高分的哦 因为指考的难度毕竟比学策还要高 所以要思考一下自己的能力的部分 那另外我觉得有一种学生特别适合考指考 就是你是非常非常标准的社会组 或是非常标准的自然组的学生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强弱科非常的明显 比方说以我自己为例 我自己以前读书的时候是社会组的学生 所以我的强弱科非常的明显 我就是国阴社相对来说比较强的学生 那像我这种学生在考指考就比较有利 因为术语会比术假简单 而且再加上社会又拆三科来考 所以指考相对来说,对我来说是比较有利的 所以如果你的强弱科是很明显的话 其实是还蛮适合考指考的 特别是如果你的目标科系的加权科目 刚好又是你的强科的话 那反而相对来说你在指考 可能是比较有机会脱颖而出的哦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目标 假如你的目标非常的明确 你有非常想要上的大学 或是非常想要上的科系 可是你的学策成绩就是没有办法上 那你可能真的只能够靠指考奋力一搏 再替自己努力一次 然后如果你的目标科系是电影 或是美术、音乐、体育相关的 或是传播这些科系的话 可能要去注意一下这些科系的名额 因为这些科系通常在指考的名额会比较少一点点 所以如果要考指考可能就比较吃亏 但当然也不是说如果你要读这些科系 你就不能够靠指考奋力一搏 因为我也是有遇过学生 可能他学策的时候他想上了音乐系的大学 他没有办法上 可是后来是在指考考上的 所以就是如果你的目标够明确 那你当然你能够付出的努力一定是越大的 因为你越渴望你就会有更大的力量支撑 你继续向前走 所以思考一下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总结你们就可以衡量看看自己的毅力 能力还有目标这三个方面 再考虑看看自己到底要不要考指考 那我觉得不管最后你的决定是什么 不管你要是申请还是要考指考 都好好的替自己努力 好好的全力以赴 因为虽然现在可能会觉得压力很大很惶恐 但是至少现在所做的任何努力都是为了自己的兴趣 为了自己的目标也是为了自己的未来 都是很单纯的在为了自己付出的 所以有一天如果你回过头来看 还是会很喜欢现在这么努力的自己的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那如果喜欢我们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们分享订阅按赞哦 还有记得按赞我们的脸书 然后追踪我们的IG哦 照顾 观看 tells hj 请